第三場比賽 爭執一開始就展開攻擊 但諾瓦卻沒有受到任何傷害 面對物理攻擊看似無效的對手 釋手空拳的爭執該怎麼辦呢? 諾瓦 真感覺對爭執很不利 如果有否認或是雷射之類的武器 搞不好就能打擾他了 這可不一定喔 前兩天我其實有派分身去觀察A場地其他選手 諾瓦昨天的敵人就是使用強力電流的 但不管那個人怎麼變體 諾瓦只有被電爆之後形成變成焦黑帽煙 然後變成搞笑的爆炸頭 但很快的又變回炎狀 這樣看來任何攻擊好像都對諾瓦無效呢 哇 那怎麼辦? 這怎麼太歪過了 喔 爭執還是繼續攻擊諾瓦 只見諾瓦左挨一拳右挨一腳 被爭執連續打20幾下之後 諾瓦已經變成了史萊姆的形狀了 但沒過多久諾瓦又變回了原來的形狀 嘿嘿嘿 不管打幾下都沒用的 雷台一瞬間被打碎噴出了許多大塊的碎片 真子立刻抓住了兩塊大碎片 並像夾心面貓一樣 往諾瓦身上用力的砸了下去 諾瓦瞬間被拍扁 就像山明治裡面的火腿片一樣 居然沒有地心 但是沒有 什麼 真子抓住了火腿片 啊不對 真子抓住了扁平諾瓦 並將它像飛盤一樣射了出去 未來真子是要讓諾瓦飛出場外啊 哇 真是我真的飛出去 真子就贏了 沒想到他將我打扁是為了這個 被打得這麼扁 大概還有幾秒才能復原 看我的 喔 飛盤諾瓦在空中稍微改變了自己的角度 並成功順著氣流飛了回來 嘿嘿嘿嘿 進陷落地 按照規定 身體要碰到場外的地板才算出界 所以諾瓦還沒有輸呢 居然還可以飛回來 這個身體也太好用了 真子又再度朝諾瓦攻擊了過去 嗯 這一次是直衝諾瓦的直拳 嗯 又是直拳 他在想什麼 欸 哇 真子突然抓住了諾瓦的手臂 被大力的將諾瓦過肩摔了出去 看來真子這次的直拳攻擊是陽光啊 原來如此 諾瓦因為沒有變形 就不能像飛盤一樣飛回來 真子很努力的再做各種嘗試了 沒想到還有這一招 是我小看了他了 怎麼辦呢 有輸了嗎 有了 喔 諾瓦在空中大力的將雙手一拍 兩隻手居然變得又紅又大又扁 然後諾瓦張開了他的手 整個人居然變得像滑翔劍一樣飛了回來 諾瓦又成功的扭轉局勢 但此時真子已經在場邊等他降落 諾瓦學手雙腳停在了擂台外 因此按照比賽規則 諾瓦學手將會被判定為出界 獲勝者為真是一組的真子學手 恭喜晶晶一一 哇 新年紀圖 太好了 超快 是我小看你啦 不過我也因此學到了 變形的技能 長大後有機會再比一場吧 但記得選一個不會出界的場地 嘿嘿嘿 變形一族的諾瓦這次表現得也很棒哦 輸而並不代表著什麼 能從比賽學到更多經驗才是最寶貴的哦 走吧 我們去接真實 然後再去看管家跟妹妹們的比賽 嗯 好 我記得佛蘭恩下午也有比賽 到時候可以再去看哦 當然可以 嘿嘿嘿 嘿嘿 我又出現了 說完還想趕快把這兩位小卓 讓我拿入我的收藏 嘿 但我必須敬拜時機 畢竟 等待的日子 一直等收藏 嘿嘿嘿嘿 嘿嘿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